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让人深思的话题 为什么习近平政权如此害怕政治意义 甚至不惜以侵害阴烈名誉罪等名义追捕异议人士 近期,旅美艺术家高深在回国探亲时被捕的事件 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这不仅是对他十几年前艺术作品的追溯 更是对当前政治环境的深刻反应 文章中指出,随着法律的变化 当局以侵害阴烈名誉罪为借口 将许多异议人士送进监狱 这一行未显示了政权对异议的零容忍 无论是民间的声音还是官僚体系内部的不同意见 对当局而言,这些都可能构成威胁 本文还分析了习政权如何借助各种手段打压异议 并指出即便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 政治意义仍以不同形式存在 且不断寻求出路 最后,我们将探讨当局这种追杀意义的背后原因 以及它对社会和党内的潜在影响 这不仅是一场对言论自由的攻击 更是对社会整体生态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欲文世界》,习近平政权何以要追杀政治意义? 编者案,这是邓玉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 这些年来,人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 中共当局动不动以所谓侮辱、诽谤英烈的名义 抓捕异议人员,将他们投入监狱 最新一起势力是旅美艺术家高深 在回国探亲时遭到河北警方逮捕 而逮捕他的缘由是高深和他的弟弟二人多年前 制作的毛泽东、下跪忏悔雕像等 触及政治的艺术作品 触犯了当局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当局2018年5月施行的英烈保护法第26条规定 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1年3月修订施行的刑法 正式将第299条之一的罪名确立为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此后当局依据此罪名 至今少说也逮捕判刑了几十名异议人员 人民法院报2022年就列举了十大典型案例 其中引起舆论关注的 有缘财经杂志主编罗昌平案 罗因讥讽志愿军的冰雕连 而被判七个月徒刑 如果说罗等遭逮捕判刑 是在刑法的侵害英烈罪生效后 勉强算由所谓的法律依据 但此次高深回国探亲遭拘捕 被警方取证的艺术作品 都是高氏兄弟十多年前创作的 以艺术反思文革的阶段性作品 而侵害英烈罪2021年才开始施行 法律的一般原则是不肃及既往 拿十几年前的作品来套今天的法律 这是公然的打击报复 说明当局对政治意义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事实上侵害英烈罪 如今变得像寻衅滋事罪一样 成了当局追杀政治意义人员的口袋罪和法律工具 对中国政治意义的狭义和广义理解 许多人或许要问 习近平政权可以如此害怕政治意义 以至要扼杀 哪怕在旁人 看来其实并没有太大社会危害性的意义声音 追杀政治意义人士 这就需要对政治意义在中国的现状有一个大体了解 意义通常指的是 对政府及其政策或者其他社会规范的不同 或反对意见 意义人士的目的是对社会现状提出批评 希望得到政府的回应并寻求改变 但在中国当下 可以对政治意义做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 前者指的是 现政权的反对者对政权表达的不满 后者指的是把意义看作一种政治利益的表达 对当局来说 政治反对派的意义或者反对意见 不管以什么形式 是温和还是激进 都可能被视为对政权的威胁 而如果从政治利益的表达角度看 当局官僚队伍内部不同政治意见的表达 有时也包含着某种意义成分在内 官僚队伍内部不是铁板一块 在政治和经济路线及其政策 以及人事等方面都存在意见分歧 如果这种意见分歧不能弥合 对决策中心来说 不同的意见就构成了某种政治意义 如果它足够严重 就上升为政治斗争 过去 官僚系统内部的意见分歧 曾广泛分布在政治系统的制度结构 和实际运作过程中 也是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 但在习近平时代 此种党内不同意见的表达 被作为妄议中央的行为 而遭严格禁止 尽管如此 由于习的所作所为 实在不得人心和关心 这些年还是有敢言党内人士 对其统治公开表达不满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有已被判重刑的任志强 和被解除教职的许章润 体制内部的政治意义 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并不亚于民间反对派的政治意义 有时甚至更大 比如认 许二人的言论 不仅在党内 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冲击力 由此他们也遭到当局的严惩 付出的代价巨大 这当然让当局感觉到害怕和危险 虽然认 许等人的政治意义 在体制内部属于个案形态 然而 了解党内政治的人都清楚 体制内的不满意一种私下 或办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 并不少见 即使在左派阵营 或者原来理解和支持习政权的一些人士 他们在小范围的私人场合 对习的抱怨和抨击也很尖刻 不过 在对待民间政治意义 和官僚系统内部的政治意义上 当局还是有差异 并采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 民间异议人士 常常面临当局的审查 恐吓 监禁 甚至暴力等手段的打压 以寻衅滋事 或侵害英烈的名义 被治罪 对党内人士的非议 除非向任 许等人的言论一样 被广泛传播 当局一般采用加法来处置 主要是纪律处分 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在第六章 专门列有几十条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囊括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非议中央 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 做出包括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罚 以威吓党员干部 不得非议中央和习近平 此外 中共巡视工作条例 也把加强政治监督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作为巡视工作的重点 政治意义 进而不决 在当局动用各种政治工具 包括党内纪律处分和司法审判等打压下 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政治意义 表面看起来 大幅减少了 然而 磨高一尺到高一丈 人们也在用各种办法 规避当局的政治惩罚 根据政权对政治自由的限制 来调整他们的表达内容和方式 如将意义的重点 从敏感的政治领域 转移到经济和社会问题 针对具体议题和热点事件 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这种情况 近年来有强化趋势 另外 党政官员队伍 仍然存在大量的两面人 包括当局 在公布腐败官员的罪状时 有很多官员 有所谓的对党部老实不忠诚的表述 这其实在暗示官僚体系内部 某种政治意义是进而不决的 比如 最近体育系统 连接有两名官员 被扒出有大量 反体制的所谓不当言论 事实上 即便在政治领域 虽然当局对政治意义 严防死守 不满者 也会借助某些特殊时刻 编排席的身体状况 高层权力斗争 敏感人士安排 政治路线 思想和意识形态等各种信息 并大肆传播 典型的 就是每年的北戴河时间 有关习的各种政治传言 虚虚实实 这些都可以化作 政治意义的范畴 总之 不论当局 怎么打压政治意义 人们总能找到一种办法 突破当局的防堵 发出各种意义之声 让当局防不胜防 当局对此除了强化言论管控 使用政治处置和言行俊法 两手策略 并未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用 习深知 在他采用极权 乃至独裁方式 试图解决中共面临的统治合法性危机 这第一颗钮扣记错后 下面的钮扣就只能苛刻记错 在此情形下 要平息社会 尤其党内不满 也只能强力压制各种非议和意义 以倒查异议历史制造寒蝉效应 其中当局使出的一招是用侵害英烈罪等名义 通过清算异议人士过往的异议历史 来恐吓民间和党内的政治反对派 以及潜在的政治异议人士 警告他们要小心 也许下一个办的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此次当局抓捕回国探亲的高深 好比在反腐上倒查官员腐败一样 用这种倒查异议人士的异议历史的办法 目的是要在社会和党内起到一种寒蝉效应 但实则也反映当局在打压政治意义上 有点前驴技穷 当局心里明白得很 在不能也无法改变现状和现行体制下 社会特别是官僚队伍内部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潜在的政治异议人士 在他自以为有强大的专政工具的情况下 对民间政治意义 他也许不特别担心 但对官僚内部的政治意义 一旦形成气候 要压制下去 恐怕就没那样容易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 要让堡垒形成一个战斗集体 除了洗脑 奖赏 制造外部敌人 也要清除各种政治杂音 只有从这个角度 才能去理解当局何以 要不停追杀政治意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政治意义是指个人或团体 对现行政治制度 政策或政府行为 表达不同意见 或反对立场的一种行为或态度 政治意义者可能通过各种形式 如言论 出版物 集会 示威 艺术创作 非暴力抵抗 甚至武装反抗等手段 来表达其不满或诉求 在历史上 政治意义 一直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许多国家的民主进程 法律改革以及社会正义的实现 都是通过政治意义和反对运动推动的 例如美国独立战争 法国大革命 印度独立运动 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等 都是政治意义在历史上的典型案例 然而 政治意义者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往往面临着严厉的压制 专制政权通常会通过监禁 酷刑 暗杀 媒体封锁 言论控制等手段来打压意义 维护其统治 即使在民主国家 政治意义者也可能遭遇社会排斥 经济压力和法律诉讼等形式的打击 尽管如此 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政治意义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 许多非政府组织 如国际特赦组织 人权观察和国际机构 如欧洲人权法院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致力于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成为政治意义表达的新平台 在线平台为意义者提供了 更广泛的传播渠道和动员手段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网络监控 信息操纵和数字压制 总之 政治意义在推动社会进步 和维护权力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但其实践和表达方式 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 会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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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